字幕志愿者 李嘉宁 但对声誉抱持顺其自然 但他和男友完全不排斥先有后婚 并预计会在明年举办婚礼 消息在网上曝光后 网友和演艺圈好友们 也纷纷在留言下方 为两人送上祝福 很小近日就有人发现 李嘉宁的男友 不仅仅只是一家羊肉炉店的老板 而是身价数十亿的富二代 他父亲创立的上位公司 现金市值约三十多亿元 因此外界也认为 李嘉宁也算是低调 把自己加入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